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 不知道昨天的春节和前天的除夕夜 大家过得还好吗 都说每逢佳节胖三斤 啊我们却在做后期 你看吧大家都回去过年去了 老板却说我们的节目还要继续播出自己去 但是这几期我们没有新的产品啊 怎么办呢 不如我们就来说说往期的产品吧 去年里我们一共体验和拍摄了50个产品 虽然有两个连我们自己都找不到 但众多的产品中有值得购买的 也有值得改进的 这世间每一个物体的存在都有它一定的意义 不论是什么 总有一定的作用和价值 至于这个作用和价值相不相等 就另当别论了 这么多期节目看下来 我相信总有一些产品是你觉得还不错的 或者觉得可以购买的 也总有一些产品是你觉得不想去尝试 需要改进和升级的 当然也有觉得所有东西都没有什么卵用的人 说到这些产品 我们编辑部的逗逼们都有话要说 当然网友们也会有很多想要表达的观点 那么就让我来带领大家去瞧一瞧 所有体验过的产品中 编辑部的每一个人心中 最值得购买的三件产品是什么吧 首先 我自己来介绍一下 我觉得值得购买的三件产品 对于一个后期来说 我比较喜欢具有创造力的东西 所以 当我体验iPad Pro的时候 我觉得 它能给我的创造和灵感带来非凡的体验 配合Apple Pencil 我可以随性自由地做画 要知道 一个好的挖炕的画板 价值也要一万八千多 虽然iPad Pro做画肯定抵不上专业的画板 但用来画画还是不错的 好的画师也能画出惊人的画作来 而且iPad Pro不仅仅是一个画板 我想说 在使用iPad Pro上班的这段时间 我几乎不会再使用笔记本了 配合键盘和笔记 基本的办公都能完成 当然做后期还是要使用电脑的 智云三轴稳定器 我们拍的很多期节目都有它的功劳 因为使用方便 小巧 随身携带 使用起来的表现也很稳定 操作起来也很轻松 而且几乎不会出现什么bug 相对于OSMO一代那样不稳定的表现来说 我更愿意使用智云 智云的价格也更加亲民 9号平衡车 确实是个好玩的东西 你不能以交通工具来衡量它 我就非常喜欢骑着它到处赚 关键是便宜啊 我们出去拍节目 好多路人都在问 这个东西的价格 一直到才2000块 好多人表示愿意购买 对我来说仅有的缺点就是倒车方向不习惯 别的都可以克服 而且它居然让我这个死宅 有了出门游玩的动力了 以上就是我个人认为值得购买的产品 看看别人怎么说 作为一个老板 我肯定觉得越贵越好 太便宜的东西 难够能体现我中规的气质 所以我觉得最值得买的 都是那三个 首先说话小米手环 对于要运动的人来说 确实是个性价比很高的东西 那些动着几大千里智能手表啊 手环啊 这面没得好大个用 简单实在最好 该有的功能有了 多的 其他也用不上 所以小米手环在做它该做的事的领域 的确发挥的很好 关键是便宜 HoloClip镜头像我那种人出去耍 不喜欢带相机 扔个大一坨挂在镜子上 很不舒服 一哈儿又要换镜头 包包里面装几个镜头又很重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拍 这种适合一镜头很适合我 方便上和去 揣到包包头直接都走 而且HoloClip镜头效果还好 比那些几十块的手机镜头好太多 最重要的是它本身也不贵 扫地机器人像我这样的老板 在家里面啥子都不用住 关键是考虑到唐克里辛苦 我觉得还是给他买一个扫地机器人 是明智的决定 家里面那些渣渣啊灰尘啊 一般拖之前一扫都干净了 点都不费力 还只有时间 最重要的是它也不贵 老板 你不是带着那个谁跑了吗 我要是走了 你们还会认真做节目吗 不要想了 我是不会给你们说 我觉得最值得购买的产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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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别的微单和单反所不能体现的 当然不能拿来对比来卡 价位都差得太远了 我还是拿来比对同级别的相机比较好 富士直出GPG的效果一直都很赞 因为长久以来的胶片技术 使得富士相机的照片更有胶味 数码感不再那么强 这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 而且如果是摄影新人 作为自己学习照相的入门相机也挺滑的来 这个价位就等同于一些微单了 不过就是更换镜头不是那么理想 总的来说还是很赞 智云三轴稳定器 之前男后期说过 这东西的确很有意思 如今的手机摄影已经达到了4K的级别 甚至有人尝试拿手机拍实验电影了 好处就是手机每个人都有 随手都可以取用 而且通过手机自带的光学防抖 加上三轴稳定 这画面就可以比你斯坦尼康 滑鬼这样的设备了 关键还是在于方便 随便是谁 都可以轻松操作 出门旅游 用三轴稳定器拍出来的画面 就是比别人拍的好看 你服不服 UE900S耳机 我们还没有制作正式的体验节目 年后会有这一期的 不过我对于这款耳机是十分喜爱的 我并不是个耳机发烧友 之前买的和听的耳机都是洞圈单元 作为木耳的我很难区分其中的感觉 只能说价格高一点 效果当然就要好一点咯 但是自从听了UE900S 我感觉整个人都不一样 毕竟第一次接触动铁 我能清楚地分辨出它跟动圈的区别 而且我表示我更喜欢动铁 所以我喜欢它 摄影师不要傲娇 你比老板刚才那种一本正经胡说八道还要劳果 摄影师你出去一哈耶 哦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我完全听不懂啊 SURFACE PRO 4吗 因为我喜欢打游戏 那么打游戏呢 就要有打游戏的样子 明显苹果的东西就不太适合打游戏 SURFACE运行一些配置要求不高的桌面级游戏是没问题的 而且SURFACE方便携带颜值也高 出门装逼那是杠杠的 值得拥有 iPhone 6s嘛 很简单 因为我现在用的iPhone 5嘛 手机呢 用惯了iPhone就不想换系统了 所以要买个新的iPhone的话 就要最新的了 如果iPhone 7出来了 肯定就买iPhone 7了 手机这类电子产品当然是越新越好了 小米9号平衡车嘛 因为没事我就喜欢思考啊 思考的时候我就喜欢走过来走过去的呀 走过来走过去的时候啊 我就喜欢骑小米平衡车呀 骑小米平衡车呢 我就觉得我的思维更开阔了啦 其实小米平衡车没事的时候骑一下 还是能打发很多闲置的时间的 是不是站在平衡车上的时候 双脚离地啦 聪明的智商又占领高地啦 好好笑啊 我要在联合的节目里封杀里 到我了吗 真的到我了 刚才的结尾是骗人的 我才不是什么彩蛋呢 复射X100T 都好看啊 颜子好高的 像我这样的女神拿出去拍照 肯定回头率是杠杠的 而且照出来的照片好看啊 颜子好高的 像这样的女神 自拍发朋友圈 点赞率是杠杠的 感觉都不用再学PS了 只要角度好 照片拍得屌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的照片拍得太难看了 iPhone 6S 还用说吗 因为是我自己买的呀 你能不喜欢吗 而且你知道他们几个拿我的6S都做了什么吗 为了录节目 下了各种智能产品的APP 多数时候还要充当一个摄像机机位 最关键的是 每个人都拿我的6S录了指纹 我简直都不敢再用支付宝了 不过说实在的 以前用安卓的手机 用多了老是会卡 iPhone就好多了 开了几十个APP都不卡的 而且64G根本就用不完 扯淡 每一次拿他的手机拍东西 里面就只剩几次照了 一看照片 好几千张 排在漫头全是同一个角度的自拍 干电话滚 那总之 我觉得6S能满足我所有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值得购买 快轮独轮车呢 虽然我 但是我觉得我很享受骑行的过程 因为独轮车对平衡的考验更强 不像小米9号那样的双轮车 它不可以很快就学会 但一旦学会了就很有成就感 然后就可以开心的骑行啊 9号同理 在很多地方都无法成为代步的工具 但要玩的话 独轮更刺激 更接着滑板张的运动 人家以后还是会努力学习更多的独轮车技巧的 只要你不怕摔成狗 要你滚滚滚 好了既然大家都已经谈过了自己觉得最值得购买的商业产品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讨论一下哪些产品是最值得改进的 下面是编辑部在往期节目中讨论出来的最值得改进的商业版 可以吗 智能杯垫的用处是有的 只要习惯养得好 它还是能够很好地记录我们每天的喝水量 也能提醒我们多喝水 只是想要不间断地使用它的确不方便 有网友说了 我只需要一个带刻度的杯子不就完事了 但是带刻度的杯子并不会给你记录喝水量 也不会提醒你该喝水了 只有你自己去记了 况且大多数带刻度的杯子都挺丑的 但有网友提出了很棒的方案 把杯子和杯垫结合一下不就好了 你可以制作出好几种型号的杯子 比如通勤带的保温杯 奶瓶 咖啡杯 都把记录喝水量的功能结合进去 不过依旧无法区别纯水与别的饮料 但这点差别咱们就忽略了 再说价格上 我相信更多人宁愿花200多买个颜值超高的杯子 也不太愿意买费电的 对不对 奥丁激光投影鼠标 这种东西的新鲜度大于实用性 尝试一下又不会死 但实际应用乏力是不可逃避的问题 有人提出那种套手指的鼠标 实用性要强一些 套手指的鼠标大概有两种形式 一种类似摇杆的控制器 一种是激光投射类 无论哪种 至少人家都是无线连接的 所以奥丁 不论怎么说 有线连接这一点 确实有些不够意思的 那它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改进呢 作为一个触控板 准确度和速度也一定要提高 不要像网友说的 这东西只能拿来照明了 55度杯和智能杯垫加在一起用 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体验 虽然这杯子的颜值是有的 但加热和恒温的方式 确实需要改进 因为这杯子并不会每次加水 都能维持到55度 这样的技术的确很难突破 除非杯子里安装加热和降温的装置 但这样一来 杯子的体积会比现在的还要大了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改进了 但杯子的利益的确是很好的 如果突破技术难关 这样的产品我相信是很有市场的 我们在这说了这么多 也该休息一下了 下面来看看我们在微博上发起的网友投票中 哪些产品是网友们最钟爱的 经过几天的投票 得票最高的三个产品票数很接近 它们分别是iPhone 6s iPhone mini 4 和Service Pro 4 看来苹果依然是主流呀 苹果的东西已经犯不着讨论值不值得买了 然后就是苏菲婆 和前两位都只有几票之差 如此可见 网友们对手机平板类的电子产品 还是最感兴趣的 再往后排的话 还有儿童手表啊 平衡车啊 Apple Watch等 然而还有两件产品一票都没有得到 它们是智能杯垫 还有印象笔记扫描仪 其实我们觉得印象笔记脚扫描仪还是非常好用的 可能因为太贵了吧 智能杯垫吗 哈哈刚才已经说过了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我们节后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老板给你们发工资了呗 讲金呢 联工奖呢 哎